美国的经济到底多扭曲 今天我们来看看美联储传人统Nick和他同事写的一篇文章 来总结一下加西为什么没有对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高利率环境下企业债务是一个大雷 但今天有几篇文章反映 或许这些债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 下半年的股市会怎么走 今天阿吉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 几张机构总结的图 从历史的规律出发 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震荡下跌 三大股市都全线飘红 其中纳斯达克跌超1% 标普百跌了0.45% 板块方面 今天房地产板块涨超2% 能源板块涨超1% 通讯交流跌了1.88% 非必需品跌了1.25% 科技板块也跌超1% 不少分析都表示 除了最近市场技术面超买之外 6月底机构们要进行调仓债平衡 会让股市出现一定的回调 上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问题 为什么加息这么久了 经济还依然如此坚挺 今天我们通过美联储传人统Nick 还有他的同事的一篇文章 来看看他们的想法 以及这对于未来股市的指引 过去一年 全世界的央行开启了市场最快的加息潮 来控制通胀 很多国家的利率水平 都超过了过去的10年 可是似乎感觉还不够 起码现在是这样 很多国家的通胀还处在高位 预期中的衰退也没有到来 那么为什么经济没有因此变得更差呢 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另一个则是疫情时期 持续到现在的经济影响 首先 封城对消费的影响 和疫情时期政府发的钱 都让民众用了大量的储蓄 直到现在还在支撑着消费 前两年的低利率政策 也让民众可以锁定极其低廉的贷款 这里说的主要是房子和车子 这两个是每个家庭里面 对于利率最敏感的部分 也是最大开支的部分 企业方面也一样 在2020-2021年期间 企业们也都锁定了大量低廉的债务 这也就让民众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前所未有的健康 其次 疫情所带来的超额死亡 提前退休 移民减少 又造成了佣人短缺 再加上民众的偏好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企业们招人很难 还是有很大的佣人缺口 这就支撑了就业和民众的收入 再加上通胀是全民的共识 企业们也就趁机涨价 消费者在有工作和大量储蓄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维持消费 这就极大的提高了企业们的盈利 疫情也影响了汽车和建筑行业 这两个对经济有极大的拉动作用 也是对利率极其敏感的行业 但这次的加息周期 并没有对他们有以前那么大的影响 汽车由于芯片短缺一直供不应求 按照一般的情况 当利率加到这么高 汽车的需求应该会快速萎缩 拖累经济 但疫情期间累积了大量的需求 供应短缺又使得汽车价格处于空前的高位 加息确实抑制了需求 但供应端又撑住了整个市场 以至于当先的影响不大 建筑行业一样 居家办公的热潮 再加上低廉的贷款 就让供应楼的需求爆发 现在还有不少供应楼在建 物资短缺也拉长了原本的建造周期 撑住了整个建筑行业 列治文联储分行的主席Barkins就说 很多的加息效果被疫情的后续影响给抵消了 我起码是没有想到快速的加息会让民众这么不愿意卖房子 他指的是最近挂牌出售的房子创了新低 撑住了房价 美联储传人统也指出 如果从债务上来看 经济也相对健康 左图是美国家庭长债开支 占可支配收入的大小 可以看出 加息虽然让占比上升 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恢复到了疫情以前的水平 为9.6% 处在历史低位 也就是说 美国人的偿债压力并不大 违约的风险比较低 右图则是整个私营部门的债务和GDP的占比 浅蓝色的家庭债务占比 远低于08年和疫情之初 而且还在下滑 企业部门也在下滑 目前刚刚恢复到疫情以前的债务占比 也就是说债务的水平并没有那么值得担忧 另一边 货币政策还有滞后性 亚特兰大的联储分行主席Bostick就在上周写了一篇文章称 他认为 前面的325到350个基点 只是将之前的宽松给去掉 后面加的150到175个基点才开始把政策收紧 也就是说 从10月份才算开始收紧 现在只紧缩了8到9个月 Bostick支持不再加息 想停下来让政策效果发挥作用 再做决定 研究机构TS Lombard的总裁就表示 企业们砍掉了之前的扩张计划 撤掉了很多放出来岗位 这些都代表着货币政策再起效果 只不过现在只是让一切趋于正常化 接下来才是关键 阿吉认为 有一点必须承认 那就是疫情时期所造成的扭曲太过严重 这些扭曲也的确对加息的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就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经济还只是正常化 软着陆的可能性也的确在升高 对于我来说 我依然认为衰退的可能性更大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幅度或许不会很深 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两点 一是美联储因为核心通胀下不去 反而过度紧缩 让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 二是金融市场因为加息出现问题 造成动荡 前者对股市不利 届时所有的分析师都要下调他们的盈利预期 从鲍威尔在国会听证的情况来看 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后者则比较mix 如果像银行危机不太影响经济 又迫使美联储调整的话 或许是一个利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大雷 企业债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债务到期 届时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当前的高利率 这会对企业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通过三篇文章来看看企业债务的最新情况 根据华尔街日报 低评级的公司正在试图适应当前的高利率 同时也在想办法最小化自己的借贷成本 年初至今 像美国航空 Sixflags等公司 总共向市场印发了910亿的垃圾债 和去年同期相比高了35% 而除利息变高了之外 这些垃圾债和往年还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他们的条款变得严苛了很多 有62%的债务由抵押物作为背书 是自2005年以来的新高 这就给投资者很大的保护 借款时间也缩短了 垃圾债的平均到期时间 从过去10年的7.4年 下滑至6.1年 反映近期印发的垃圾债到期时间都非常短 拖低了平均值 发这种债的好处在于 有抵押物作为背书的债券 因为安全性更高 所以利率就不需要那么高了 降低对于企业现金流的压力 另一个好处在于 企业可以更早地买回债券 替换掉这笔债务 比如 通常如果发行为期5年的垃圾债 有抵押品的 可以最早在第二年买回 只需要支付一定的溢价 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 一旦未来利率下降 那么这些企业就可以尽快地 替换成更低利率的债务 在银行危机发生以后 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 都在讨论银行信贷收紧 到底会对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然而在美国 绝大部分的企业借款 并不依靠银行 而是靠市场 这就意味着 即便银行信贷收紧 只要债券市场还健康 那就可以抵消这部分的影响 另一个好消息是 整体而言 因为疫情时期的低利率 绝大部分的垃圾债 在2025年之前是不会到期的 很多企业可以等 希望到时候利率会比现在低很多 当然也有人比较悲观 他们指出 现在印发债券的那些企业 是属于低评级中 财务状况比较好的 而违约率已经在升高了 截止到上个月 过去一年的平均违约率 在3.07% 远高于疫情时期的低点 1.22% 但依然低于疫情以前的4.5% 不过 这个趋势值得警惕 Voyah的信用主管就表示 违约率在升高 投资者在变谨慎 之前 企业们受益于高通胀 可以通过涨价来维持 对于债务的支付 但接下来就不一样了 随着企业的定价权逐渐减弱 他们就会发现盈利开始下滑 债务压力变大 另一方面 一旦有了这些抵押品的垃圾债 短期内再发债 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投资者会要求更多 主管强调 绝大部分的企业都认为 未来不久之后就会降息 所以才发行这样的债务 希望能够撑过去 当越多的企业这么做 那么就越把自己束缚住 一旦降息不来 或者幅度不如预期 依然可能会出问题 上周五 穆迪就发出了警告 说1.4万亿的 Private Credit市场 可能会遇到首个巨大的挑战 Private Credit 中文翻译为私人信贷 但实际上指的是 那些由非营机构 比如对冲基金 私募基金 给中销企业的贷款 穆迪单独强调了 市场当中两个最大的玩家 Aries和Alrock 可能会出问题 穆迪表示 这两个公司在2021年放出的贷款都非常激进 有部分则给了一些不赚钱的画饼公司 鉴于现在的高利率 他们未来利息覆盖率要砍半 不过穆迪暂时还没有下调他们的评级 阿吉认为 整体而言 这几篇文章都在传达一件事 那就是企业债务的问题值得担忧 但目前的影响有限 很多的企业还是有一定的手段 去拖延或者降低高利率对他们的冲击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 之前之所以会担心企业债务 就是因为想着利率升高以后 会有带浪的企业违约甚至破产 导致就业率变高 将经济拖入衰退 从而影响股市 但现在也不能够排除一个理想的情况 那就是企业们以拖待变 借短债称一称 弱化高利率的影响 那么或许 在美领储降息之前 我们并不会看到那种 大面积破产导致的恐慌出现 这值得考虑 下面我们用历史趋势 来看下半年美股市场会怎么走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来到了六月底 上半年马上就要收官了 而大盘这半年 走出了非常令人吃惊的表现 标普百涨了13% 纳斯达克100涨了35% 只有道琼斯指数相对差了不少 只涨了2% 纳斯达克这35%的涨幅 如果持续到这个月结束 将会成为历史上表现最好的上半年 通常上半年的强劲表现 对下半年是利好的 彭博就总结了自1929年以来 每当标普百在上半年涨超10%之后 下半年会怎么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历史上总共有28次出现上半年涨超10%的情况 其中只有7次在下半年是下跌的 比例仅为四分之一 而且在89年之后 下半年都再也没有跌过 另一个角度 是从标普百重回牛市来看 机构卡尔森就总结了从50年代 每当标普百从低点涨超20%之后 指数在未来一个月到12个月的表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历史上在标普百重回牛市之后 未来6个月的走势值得乐观 有77%的概率是上涨的 平均涨幅为10% 我们这次重回牛市的时间点是6月份 那个时候的点位在4300点左右 按照这个表格给出的平均涨幅 今年年底我们有可能会超过4700点 未来一年的表现则更强 只有01年互联网泡沫时期才继续下跌 其余年份都是上涨的 平均涨幅为17% 如果从选举周期来看 也对投资者是一个好消息 2024年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总统大选 在竞选的前一年 股市的表现通常都会比较好 图中是标普百竞选前一年的走势汇总 黑线是所有年份的平均值 涨幅超过了16% 绿线则是如果中期选举为熊市的情况 涨幅超过20%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纳斯达克也一样 在竞选前一年的走势通常是指数表现最好的年份 微图中的蓝线 涨近30% 而目前纳斯达克的走势是历史上最好的情况 如果2023年也按照往年的情况的话 那么在7到10月可能会横盘调整 但11月之后就会继续上扬 阿吉认为从这几个历史对比来说 下半年的走势是值得乐观的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 历史数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在实际投资中 我们还是要以市场的现状的分析作为出发点 而不是历史数据 另外 我还认为需要警惕的一点 那就是前段时间对科技股高涨的预期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 纳斯达克在5月开始走势变得极其陡峭 这都是源于投资者对AI概念的热情 那么 接下来的财报季 就是对于这些预期的一次验证 如果科技股的业绩出现下滑或者不如预期的话 那么股价可能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调整 指引也非常重要 因伟大的大涨就是因为指引非常强劲 同样如果科技股指引差强人意的话 那么对于股价来说也是利空的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财报季非常关键 会是左右市场的重要因素 最后提醒一下 本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二早上8点半 耐用品销售数据 十点 新屋销售数据 消费者信心指数 周三早上9点半 鲍威尔在欧洲央行峰会上讲话 周四鲍威尔在西班牙金融稳定大会上讲话 周五早上8点半 PCE数据 十点 消费者信心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三盘前的General Mills 盘后的美光 黑眉 周四盘后的耐克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再走 值数出不已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再来